Pi Network真的有价值吗? Pi币真的会有价格吗? Pi币的价格以后真的会这么好吗? 如果你要我将Pi币比喻成一个东西, 我会比喻Pi币就等于是当年的苹果。 Pi币的价值接下来会好像当年苹果一样非常可怕。 大家好,我是小萱。 今天的影片小萱我想跟大家一起讨论Pi Network的价值。 为什么Pi币的价值以后会越来越高? 然后为什么Pi币就等于是当年的苹果? 希望Pi友们看完这部视频后会让您自己更理解Pi Network。 更理解Pi Network的价值为什么会越来越高? 好的,在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 老观众可以先点一个赞吗? 新的观众朋友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帮到你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点赞,还有订阅打开小铃铛。 OK,我们进入今天的主要内容吧。 其实当小萱我看到这位Pi友的留言, 我知道他肯定在想,Pi币是不是真的能够去到多少多少钱。 小萱我做了很多期关于Pi币的价值的视频, 如果你问我Pi币是不是真的有价格的话, 我只好告诉你, 我现在不会去看Pi币的价钱, 而是会看Pi币的价值。 价值也就是Pi Network的生态等等, 例如可以用Pi币来购买商品和服务, 参与投票和决策等等有价值的事情。 因为Pi币的价值就等于它的价钱, 只要有价值的话,它就一定会有价钱, 而且价钱不会低,以后还会越来越高。 那为什么我说Pi币会非常有价值呢? 我们先说Pi币的本质。 Pi的本质是什么呢? Pi币本身就是一个加密货币, 而加密货币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东西。 去中心化就是没有人可以监控到你, 就是说只有你自己拥有的那个东西。 那为什么去中心化这么重要?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寻求加密货币等替代方式来进行交易呢? 首先,自从人类开始发展文明以来, 货币如美元、人民币、新台币、马币等 就成为了交易和商业活动中的必要工具。 而随住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们开始意识到需要有一个机构来管理和监控货币的流通, 确保交易的安全和公正。 因此,许多国家都建立了中央银行和财政机构, 以监管货币的流通,防止通货膨胀和维护经济稳定。 此外,银行和金融机构也扮演住监控交易和管理财务风险的角色。 这些机构会检查交易的合法性,防止洗钱和诈骗, 并确保交易遵守法律和规定。 尽管这些监控和管制措施有助于保障交易的安全和公正, 但也可能对我们的隐私和自由造成一定程度的限制。 比如所有的事情,我们出来社会工作、挣钱、投资、 做交易、做买卖、做生意、做什么都好, 我们的钱都是会有第三方人去监控住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当被监控制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后续的问题, 就是我们不能够将我们得钱任意地去调动。 这个就是很多国家的宪法, 就是规定人民的钱不能够自由调动和管理他们的资产。 例如在许多国家,银行和金融机构需要遵守各种法律和监管要求, 以确保交易合法和遵从相应的税务和税收规定。 这个就是我们人类限制了自己, 发明货币得是人类,但是限制自己又是人类。 所以,人类是一种很矛盾的动物。 不过,直到一位神秘人叫钟本聪在2009年把这个比特币发明出来的时候, 就加了这个所谓的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这个事情摆脱了人类被牵绊的事情了。 因为钟本聪发明的这个加密货币出现, 人类才真真实实可以拥有一个财富是不会被监看住的。 只要你自己拥有那把私钥,那这个财富永远就是属于你的。 因此,现在越来越多人寻求加密货币等替代方式来进行交易, 以维护其隐私和自由。 而这个就是加密货币的价值。 而且我非常深信这个价值也不是任何机构, 任何政治或者体系可以去推翻的一个事情。 因为这个就我们人类为我们人类自己去提供的一个奇异点。 而小轩我这里说的奇异点就是发明了一个新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会改变人类的。 就好像网络一样,网络也是改变人类的其中一个奇异点。 有了这个网络,人类办事的效率就会倍增。 各方各面就是为人类自己所做出的这个贡献, 就是通过那奇异点。 那人类其实在很多时候都有一个奇异点的出现。 小轩我相信这个加密货币绝对也是人类的一个奇异点。 算是人类在为去中心化的这个事情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而去中心化还有其他的东西出来。 比如说NFT,元宇宙等等的东西都是属于去中心化的事情。 这个东西只会越滚越大,越来越好。 也对人类来说越来越有保障。 所以,这个网友的留言,小轩我再告诉你, 只要有去中心化的事情就绝对是有保障的。 更何况是我们的这个派币。 那么至于说人类来到这样的一个奇异点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相信说, 其实派是会为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价值的。 比如说,我们回到去90年代的时候, 我们人类有另外一个奇异点。 那么,小轩我用来比喻在派, 我相信大家就会明白了。 在30年前的时候,也就是90年代的时候, 人类进入了另外一个奇异点, 就是数字手机开始冒出来了。 当数字手机出来的时候, 那时还不是很多手机的时候, 还不是很多人拥有手机的时候, 就好像现在人们告诉你, 你相信加密货币吗? 你相信手提电话是一样的东西? 比如,小轩我当时如果告诉你说, 电话多五年, 多十年可以说是颠覆全世界的一个事情, 你相信吗? 可能你会说是吗? 是真的吗? 其实跟现在我告诉你, 加密货币或者派币的价值会去到 好像当年出现手机的那个时代的那种现象一样, 你相信吗? 其实跟手机的现象是一样的。 那个时候, 手机的出现是一个奇异点, 现在出现所谓的去中心化也是一个奇异点。 人类只有为人类自己提供的这些有价值的事情, 世界只会不停地变成越来越好。 就好像PiNetwork这样子, Pi的这个生态链和里面的节点, 所有事情的出现都是在为人类提供更多的价值。 如果你要我将PiB比喻成是什么? 我会比喻PiB就等于是当年的苹果。 当年小轩我如果告诉你说, 苹果接下来会是非常可怕, 全世界会有非常多人使用苹果手机。 你会告诉我什么? 肯定是不会相信的, 对吗? 其实, 苹果的出现, 或者说苹果会这么成功的原因, 就是因为乔布斯把苹果里面的应用, 还有里面的这些生态做得非常好, 也非常多商家加入进来。 而且苹果最大的贡献就是, 他要人类的知识产权获得保障。 任何人不可以去复制, 也不能够从苹果里面去复制, 不可以去盗版一些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 当年乔布斯坚决要去为人类提供价值的事情。 而且在2000年, 苹果的股价还不到一块美金。 来到今天, 苹果已经升到了150多块的股价了。 所以大家想一下, 只是一个手机的股价都可以来到150多块。 而手机我们可以换其他的手机用, 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但加密货币是一个钱, 是无法去拒绝这个事情。 当人类要去接受Pi币, 要去接受加密货币或者其他货币的时候, 就相等于我们选哪一款手机好用。 哪一款手机有价值, 我们就买哪一款手机。 就是因为苹果的这个应用好用, 那这个价值就让很多人去买它, 然后它的价值就上涨。 如果大家问我的话, 我会觉得比特币它就是诺基亚手机, 以太坊就是等于安卓手机, 而Pi Network就是苹果手机。 而且大家看看, 苹果是iPhone, Pi币就是Pi Network。 这里是不是有什么接近的地方呢? 而这个就是很奥妙的地方了。 小轩, 我要给大家知道说, 如果你今天还在想你手里的Pi值不值钱, 看了小轩我跟大家讨论Pi币价值的这个视频后, 是不是不用去担心Pi币接下来的价值了呢? 虽然说现在Pi币没有价格, 但大家一定要记住, Pi币的价值就等于它的价钱, 我们要看的是它未来真正的价值, 所以大家也不要去放弃还可以去点击这个闪电按钮的机会, 因为Pi币的价值在未来会不断地涌出, 更何况现在每个月的基础挖矿率都会降低, 能挖到的Pi币会越来越慢, 越来越少, 而慢了就证明说有更多人参与进来这某有价值的东西, 所以大家要记得, 我们要更加地努力去点闪电。 好的, 那么如果你认同小轩我的说法的话, 可以留言一表示支持吗? 如果你不认同的话就留言二。 当然, 你也可以说出您自己的想法或观点。 另外, 既然Pi目前有3500多万人在挖矿Pi币, 那它的价值肯定是很大的吗? 对不对? 除此之外, 只要这3500多万人每个人去邀请10个人来用Pi币的话, 那会来到3.5一个人在用Pi, 那3.5一个人在用Pi的时候呢? 它的价值会带来所有的大佬, 比如说谷歌、脸书、腾讯等等的大佬, 所有都会来参与Pi里面的生态链, 到时候还会认为Pi币会没有价值吗? 虽然能挖矿道的Pi币越来越少了, 可是大家千万不要看小我们还能在Pi每一天挖到的币。 大家可能认为Pi Network要达到3.5亿个用户是一个很难的东西, 不过我们可以想一想, 随着Pi Network社区的扩大和生态系统的建立, Pi币有可能被更广泛地用于购买或交易商品和服务, 到时候很多人就会想要挖矿Pi币, 而且Pi的挖矿过程易于使用和资源友好, 只要任何人有智能手机就可以进行挖矿了, 这使得Pi Network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个相对容易参与的数字货币项目, 而这也是为什么Pi币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加密货币, 这也是小萱我看到Pi币很有价值的地方之一。 OK,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那如果你有其他观点的话, 欢迎留言一起讨论哟。 我是小萱, 谢谢大家的支持哟。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